我觉得你讲这个游牧民族 农耕民族 我那天看见一个文章 你觉得靠不靠谱 他就说啊 就是说这个延迟满足的能力 据认为 就是说游牧民族的 延迟满足的就是叫低 农耕民族的 他这个种地 春天播种 秋天收获 他就能等着一个东西 比如等着一道菜慢慢的做 不仅仅是这样 实际上 怎么说呢 换个维度来 来讲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农耕民族 它的组织性更强 它有等待分配任务的 这个DNA 在它体内 因为我们要修水利 只要是农耕 肯定水利是少不了的 那就你要选一个头 他可能是组长 可能是这个 这个祠堂里面 辈分最高的 或者是 威望最高的人 或者是最聪明的人 他来主持大家的事情 他有把自己 交给别人的 这个安全感 有没有民族没有 这有点意思 我们下面拍的一个片子 就是讲古物的 和BBC合作的 实际上 它更深层次的 实际上是讲社会组织 那你发现 东方民族 或者是吃古物的民族 包括南美 包括南美的土著人 你会发现 他们在性格上 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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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民族倾向于不太能等 对对对 羊肉哗哗 过来 对 这就是一般说 亚细亚生产形态 对对对 能够等 然后服从 服从 有个头 不是有个很著名的实验 就是说 就是说好像 两组小孩做实验 然后发现 延迟满足能力更强的 那个获得了 更好的前途 但是后来也有人提出疑问 就是说 他不一定是延迟满足 起了什么作用 有可能是他家教更好 他更懂得听话 他更能理解规则等等 但是确实 你会发现 延迟满足 可能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还挺稀缺的一种 优秀的品质 你觉得现在的 这个比较年轻的人 是不是延迟满足的能力 在下降 是 当时 因为他们说 是不是跟游戏有关系 就当时得到奖赏 必须尽快得到奖赏 我觉得就是 你看我们每天推送的信息 都是 第一是告诉你 现在立刻 马上你就能获得 你五秒钟之内 你就可以获得 五万块钱的贷款 然后 而且还有那种 现实感 比如说你现实 它有个倒计时 你赶快领这个红包 要不然就没有了 就一方面 其实我们特别需要延迟满足 但一方面 它又不断地告诉你 现在立刻 马上你就要获得 而且再等一会儿 你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它其实是用鼓励 你快速地进行消费 和你快速地得到满足 这个你想 就像你说的 现在这个倍速 我就觉得 你看咱们干咱们这行的 就是一般网站 都会跟你讲 就再短一些 现在的人没有注意力 绝不会那么长时间 短 现在已经短到短视频了 对吧 短的 我现在甚至就倍速 就出来了 可是我在想 我在担心 这个不是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就是说 短要有多短 快要有多快 假如这个趋势 是不会终结的话 那现在三分钟 短视频一分钟 短视频三十秒 一秒行吗 那你还能多快呢 你会有个头啊 到那头怎么着呢 这跟整个的社会的 整体发展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曾经有一个老师 是日本的 他有一个数据 他研究全世界的电视节目的 Cut Rate 就是镜头场平均程度 还有这日语学得好 这是 对 别急了我 那个 他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是 我是大概是 二十年前去开会 你会发现 就是各个国家的电视节目 放在一起 全世界排名靠前的 就镜头最短的 是新加坡 就是当时啊 当年是三秒多 就是一个镜头 就是没有特别长的镜头 他信息量相对的 就要丰富一些 那么接下来 你能看到 有什么韩国呀 什么日本是个例外 日本很慢 那那个 然后你会看有美国 再往后看有欧洲 再往后看有中国 还在 还有什么毛利塔尼亚之类的 他跟这个整个社会的 接收信息的能力 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如果再做这个研究的话 我相信中国肯定是 排在很靠前 我去阿姆斯特丹电影节 我就会很感叹 觉得一个三百万的城市 能在这一个月里面 变成一个六百万的城市 另外三百万的人 全是来看电影的 而且那些电影都非常的长 没错 非常慢 这个 这个也没有故事 更多的就像监控录像一样 这个在这放 大家惊奇又惊奇在这看 这个社会非常非常的固化 就是很稳定 这就是欧洲 我们现在 我也想搞这个电影节 估计就亏死了 就没有人 可以去香港 香港有个电视台 其中它有好几个频道 其中一个频道叫做慢电视 是拍什么呢 基本上拍着一只乌龟 而且是一个玻璃箱子里面的 透明箱子里面的乌龟 这五个钟头就拍着那只乌龟 基本上你打开 你还以为电视坏掉了 不动这样 有时候就拍一个金鱼 有时候就莫名其妙 它也直接说慢电视 所以就是有可能 将来这么快快快快到头 物极必反 它会向另一个反向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它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阶段 就是将来大家还会 就是当这个社会 到了一定的 就是层节变化 也不是那么剧烈 或者说整体的发展趋于平稳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回来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或是有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因为我不太相信物极极必反 因为这个就像我本家马克思说的 下层建筑决定了上层建筑 科技隆许你完全什么 1.2倍2倍5倍这样来看 所以往前走 我觉得会什么 现在已经发生了是multitasking 同时要进行不同的工作 对 年轻人嘛 你看见那个吗 你嫌它很短吗 越来越短 它还不够 它还一边做着其他事情 它一边看着五秒钟的视频 三秒钟的视频 同时看着手机 耳朵还听着其他的东西 所以不仅是时间的概念 还是在同一个时段里面 它把更多的内容加进去 加进去 再加进去 用人用你的行动来回应 很难 很难回头 你说这个 我打个岔 就说这个一心己用这事 我是听一个大嫂跟我讲的 当然现在讲男女不一样 都得非常小心 她跟我讲 是不是这样 她就说这个 说你们男的 就是 我就说 为什么注意力只能集中在一件事上 说你大哥 我让他切菜 他就不跟我说话 他就不能跟我聊天 他就只能这样 他说你看我们女的 切着菜聊着天 手里还得看着锅 看着孩子 他说就能够同时 一心己用 就可能要训练吧 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因为 可能比如说像我看电视 看电影的话 看女的穿什么衣服 我就会迅速地在网上找 然后就是有什么同款的衣服 可以买 然后或者他用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这也可以搜一搜 我就同时看 就你这个吸引你注意力的东西 太多了 你永远可以找到 这还挺有意思 但是我就想做一个调查 那你有没有觉得 你会错过信息呢 会 但是我觉得 那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我也获得了 那我 其实我们现在的单位时间的信息量 我们是有量化的标准的 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对 我需要有多少 对 就是在一个标准时段里面 需要多少 我是有 就是 你如果 走神了的话 你这边 你可能会遗落了东西 那我会用 可能是音乐 可能是旁白 可能是画面 来提醒你 就是能让你不走 所以你瞧瞧 你瞧瞧 但是你知道这些背后一种操纵 都是算出来 其实有两种灵魂 你愿不愿意被操纵 以及你愿不愿意作为一个独立的灵魂 我说的就是这个 就是现在的注意力经济啊 已经 你要知道这是钱 这是盈利 或者说这是流量 就是 他用一切的方法 他就研究你的人性 研究你的感官 研究你的欲望 而你一定会上套 因为你是动物 因为你是人 可是有的时候 我就有个不服 你知道吗 我说凭什么呀 有时候我一点进去 说谁又尴尬了 谁又怎么着 我进去一看 什么都没有 没尴尬是吧 其实我就有一种 受骗上当 但是对他来说 我就想象他黑黑了 你看他黑黑乐了 那一秒钟的注意力 到我这了吧 就是一秒钟的钱 到我这了 那么就是 但是老这么弄 咱们不就是成为一种 被操控 所以为什么他们说 将来大数据 对人类 那实际上 他对你的 是有要求的 你要做得特别专业 你如果让人上一次当 可以 再上几次当 我的那个 热门的几个 那个信息apps 我全部都下掉了 都卸载了 他又有成本的 我觉得他 他侮辱我 他侮辱我的智商 但是每天都有新的人 在侮辱我呀 新的标题 对 我就发现 你看这网上 这些个标题 我有时候真的想 跟我的这个 同龄人 还是什么 我说咱们得 得进行像 好莱坞电影那样 得跟这个机器抗争 我们这些自由战士 我们要抗争 就是说你要培养出 比如像小青 刚才说的 你要有明辨 是非的眼光 你要有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对 因为我 我住的是一个 创业园区嘛 然后就所以 我在咖啡厅 写东西的时候 就永远有 背后创业那种 都是谈几个亿的项目 对而且他们开头 开头就是都是说 哎呀 你还在写 我还在写小说 你知道 签字 二十 我在写签字八十的时候 就听他们谈 几个亿的项目 然后我觉得自己 特别脚踏实地 他们就是会说 人性还有什么 这个阴暗面 是我们没有发掘出来的 比如说人有没有 就是偷偷地去吐槽 自己这种匿名 吐槽 别人的这样的欲望 我们能够干一个 什么东西 然后我觉得自己特别像木偶 他们就是在想 这个到底人性 阴暗面和动物性的一面 就是比较后面的那个大脑 还有什么没有被开发的东西 可以用一下 但是现在确实的事实 就是说所有东西 都在一块特别小的屏幕上 去争夺你的注意力 原来你是看书 但当书都转移在屏幕上的时候 所有东西 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 去跟你抢夺注意力 你该怎么办 你要不要玩这个游戏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很难 它难在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因为那个屏幕不仅是说 你要看不要看那个电视 或者说那个书 而是你可以在屏幕上面 完成所有的工作 而你的同辈都是这样 你拒绝 好啊 别人 你不跟你玩啊 根本不能工作了 现在都透过这个屏幕来工作 所以这个很难回头 而且最可恶的是什么 当你这样 因为工作需要 或者说其他理由 来使用 长期使用屏幕了 它完全改变了 你认知的方式嘛 你回头 教育说得特别准确 我现在就坚持用笔 用笔来写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个撒娇的行为 实际上是个反抗 就是自由战士在反抗 大家都用 所有的都是电脑手机 应该保留这个自由战士 最后的阵地是吧 而且而且小先生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你不知道一帮人全是在算计我们的 你比如说像我做谈话节目 你知道吗 我经历过 这个老师讲的都挺对 你知道吗 给我开过会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你必须三分钟 一个爆点 什么叫一个爆点 就是你得讲个段子 密集的就是说 然后呢 你看你这个指标 刮一下数据就上去了 刮一下上了 三分钟你必须 这个脱一个蒋方舟的衣服 反正你得制造一个 好 我那天听了 我深受启发 我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好看 我说但是 这还能说人话吗 我就跟这个老师说 我说这个朋友们之间在聊天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这样想 那是投其所好 换句话说老实讲 要我个人我不知道其他人 我个人会觉得你在侮辱我 我如果是观众 就是冒犯吗 你冒犯我 你以为我是可以这么算计的吗 你以为你是可以这么诱惑我 虽然我是受了诱惑 但是就不服 所以你知道我就想起什么 另一种 另一种牛歪在哪 就你拍的那个 我就看那个云南的那个叫什么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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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说 他拍的那个还是相对好吃的一种撒撒 说最厉害的那种 你根本就没法吃的 叫苦的 对 叫牛比 就是牛的胃 真是牛 牛白 那就是为什么 就是他这个你看 一开始你只能吃甜的 你就像个小朋友围着个井筋 他喝一口汤吃 好好吃 但是老这样了 其实你挺没劲的 那么最后咱比 吃深了道行深的人 为什么 他需要一些阅历 需要一些体会 他能从苦里 找到回甘 就是 文道喜欢说嘛 就是这个 这个美食粗浅呢 我们就是 他直接吃的味道 那个 高级一点呢 他有回味 就是更重要的在回味 你说这个 这个叫老涛啊 还是叫老老 老什么 他们是不是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 跟岁数有关系 就是你 有一本书叫 食物语言学 他讲得特别可爱 他把 美国的点评网 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分成了 稍微贵一点的菜 和便宜一点的菜 这个 他研究的 这个便宜的菜的评价 出现频率最多的 就是过瘾 迷幻 这个 爽 爽 对 就是这些 很粗暴的 就是 容易让人想到 毒品 就是这样的 那么 高档餐饮 给更多的评价 都是 性感 温和 这个可能跟人的收入啊 年龄啊 这各个方面 可能都有关系 还有小心 可能背后还跟 给出这些 评语的人的 文化背景的关系 你能够消费 高档食物的 一般我们假设 教育水平 很高嘛 教育水平高 是语言比较精致 他懂得用 exotic 性感 有意乐 异国风情 他懂得用 那个语言来描述 不然的话 一般就是说 爽 过瘾 好吃 超好吃 入口就 入口计划 就来得去去 那是语言 这语言就是一切 这样假如方舟描述 可能写2000字文章 描述吃这一颗 这颗叫什么 金头 车离子 车离子 他有那种语言的能力 要我喂你 我没有洗手 抱点 抱点 尴尬了 原来我上完厕所 没洗手 不要 我自己吃 失去了抱点 我现在就看着这么多这个抱点 我不是说小青他们这种 小青他们这种 点进去看真有东西 那无数个点进去看 什么都没有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认为中国人民现在也在进行一场鸦片战争 就是跟这种 就是诱惑你的 利用你的一些个感官欲望 给你弄个标题 给你弄个什么 抢夺你的注意力 这就像快餐一样 这真的是有一种鸦片 那当然你很容易啊 你马上就上钩啊 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每个标题都不忍心错过 一看说什么半裸 谁半裸 就贴在半裸上了街了 结果我那天一点开 是一个剧照贴在照片上 你说我当时我觉得 我是这个新时代的鸦片战争 我们真是得培养出我们这个 其实现在应该以什么为自豪啊 应该以说你有这个招子很亮啊 你能从林林总总的这些异团名言中 慧眼 这你们有什么招吗 很难啊 像我自己觉得我很明智 可是我也被骗 那一天我上网看到一段 一个标题叫什么 然后我马上那个一股血冲到我大脑 非常生气了 那个标题那篇文章叫做什么 窦文涛跟周玉军上床 记得我要死 原来他们去那个土耳其 我也看了那个 我也点进去了 我也点进去了 我也马上准备拿刀去砍你了 原来点进去 就拍节目 你们两个人在那边 拍了个床下戏 对的 聊天嘛 对 这种连我那么聪明的人 都拒绝不了这种诱惑 就被勾引了 我也上过狗 原来我刚毕业之后被采访 然后我就说 问我在杂志社工作什么感受 我说因为自己有名 所以有的人他们会点名 说让蒋方舟来采访 我觉得自己像青楼头牌 然后就给了标题 蒋方舟自称是青楼头牌 那时候怎么办 就是其实大家都是 又是受害者 又是被害者 又是制造者 对 生产者 就是 你又受惠于这个 就是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从从中得意 得到了流量 得到了典器 你自己如何去抗拒这个诱惑呢 对 你像我刚才都想出来了 就这次我们这个节目 都会切条的时候 肯定 刚才我得命一个标题 这个 马家辉为蒋方舟车离子吃 一直喂到嘴里 但是遭拒 惨遭拒拒拒 没有 惨遭拒拒拒 后来你发现 是喂到自己的嘴里 都闻到惊呆 这个 这是有一种 揣着明白 装糊涂的 这么一个产业 但是呢 真的连我们 都不得不沾染 但是 人对 信息的需求 对故事的需求 就像我们 要吃东西一样 它是天然的 但是我觉得 作为这个受众 尤其是年轻人 真的很可怜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有过一段时间 就是说 信息焦虑到 可能晚上就睡不着 就病态地刷微博 其实你凌晨两三点 能刷出什么东西 完全刷不出来 你就病态地刷微博 而且那时候 因为你白天 都是在 无意义地 就是被这种信息轰炸 所干扰 所以你觉得 白天什么都没做 晚上好 我又开始干活了 但是晚上 你是干不了什么活的 所以又拖延 因为拖延 更加着急 这身边好多年轻人说 好白天我通勤时间 我吃个瓜 然后结果发现 一整天的时间 就都被浪 白天都被浪费了 晚上又活没干嘛 又很焦虑 所以它是一个 很恶心的一个循环 对 所以最后为什么感觉 好像人人都是爆脾气 就不能忍耐 不能等待 你像这个开着车的 就骂吧 咧咧 就完全的是 我过去都 这一点事 我都真不理解 就是为什么有人在车里骂 因为包括我们亲戚都有啊 我真是特别不理解 就是说 他听不见 他听不见 为什么 是发泄吗 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 是发泄吗 你没骂吗 我真的没有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不吃亏的 我要骂必须要让你听见 他得完成这个效用啊 否则我自己在车里骂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发泄 自己发泄 我以前 我有一个同事 去江苏延城 我们那时候在那拍片 回来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摄影师 搭着他的车回来 你说 哎呀 说陈老师 你下次 嗯 别让他开车了 他这个一路上就 就骂人 没有人的时候呢 他就骂猪 这个猪怎么走到路上 对 那时候没有高速公罗 没有猪的时候 他就骂树 树 树 我就给他宽心 我说他 他没有恶意 他也不是骂人 我说 司机这个工作呢 他很容易困倦 他是让自己兴奋起来的一个 一个非常本能的一个调剂 所以他就骂了十个小时骂到背景 时间就是金钱 他其实背后一个很残忍的逻辑 就是每个人的时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人时间的价值便宜一些 就是有人时间的价值贵一些 比如说真的有人他愿意花两个小时时间去排队等喜茶 三个小时排队买一杯奶茶 是因为这个时间 他其实也创造不了什么别的价值 就像我之前看一个那种短视频 问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说两千 说你为什么还那么开心 因为我没办法呀 就所以他就只能说 他的这个时间的价值就是被稀释掉 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 他就是给你吃顿饭的 恨不得都要损失了几万块钱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就是确实是每个人时间的价值 就大叔和小鲜肉 或者是大学生 他时间的价值就是不一样的 加辉时间现在值钱是吧 没有 整天让我给他加钱 说我的时间很值钱 因为我穷 我经常说我不是贪财 我是怕穷 我也是一家九口 在我的肩膀上面 应该同行我 九口 老婆就一个 老婆就一个 那赶快加钱吧 因为时间就是 金钱是富兰 翻译之后 富兰 克林 可是我们把钱改为资源 那就不一样 你资源要压在哪里 怎么用 那我刚听小金钟 跟方舟说到三十岁 我觉得你们蛮积极的 成名的早 三十岁 你没想过三十岁的自杀要死掉吗 我那一辈的人 好多人都是这样 我跟我太太就是 那时候男女朋友 都约定了 我们二十四岁开始交往 我们都说活到三十岁太老了 我们三十岁那一年准备自杀 还想了各种的自杀的方法 当然说起来非常负面 那我也没死 因为结果慢慢到了 然后到二十九岁 还真的准备了 准备了 还该买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烧炭 炭也买了一大包在那边 刀什么药都买 结果那时候 生命很好玩的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太太怀孕了 可能为了准备 既然都要快死了 赶快增持时间 每天晚上就快乐一点 我以为是另一个女的怀孕 我太太怀孕 那怀孕了 那就好吧 就生吧 那三十岁那一年 我就当了父亲 那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 觉得你干嘛要死呢 为什么呢 当你有了小孩 你就觉得你的生命 有存在的意义 你的青春延续上来 你所有的希望 所有的生命的 你小孩替你重新活过来 那你更没必要活着了 可是我又先把小孩养大 那是麻烦 你这个不是玩笑 这个轻生死啊 往往真是发生在年轻 就是我看网上有过一个调查 跟踪调查 十八岁的时候 调查好多这个高征生 都是说我要活到三十岁 我要自杀 然后就是这么多年 后来又随访 再看他们 就没一个还死的 就全活着呢 那理由不同 那么有你说的这个理由 还有的人就是说 是到三十岁 我是觉得人生 是没什么意思 但是呢 我想再等一等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似乎反倒是到了 我们这个岁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挺不好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点像一个守财奴一样 在算我的时间 以至于那天 一不留神 把人家义军 小军军 他那小军把义军给得罪了 我们这次拍那个 行天下 好 就有天晚上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酒吧吧 徐老师呢 就先上去睡了 然后呢 义军呢 叫了瓶红酒 我以为有什么心事 要跟我讲啊 结果什么也没讲 讲讲讲 最后一直讲到十二点多 对吧 我再回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说 我昨天跟你聊三个小时 干什么 我说你看 第二天节目资料也没看 对吧 我说我以为 你要跟我讲点什么知心话 结果什么都没有 把他气的 小军军对不起我 背着我干这种事 对 就是我现在真的 你挺孙子的 我觉得就是 谁约我出去 好像我在心里算算 我算的这个账 不光是金钱账 不是说跟小青 能挣钱 跟方舟不能挣钱 就可能各个方面 比如说方舟现在的 这个颜值啦 婚恋照 这个我们俩谈话的 知心程度啊 就是你知道吗 我不知亏 就是说 我得预期 这次今天晚上 跟方舟见一面 能够得到 或者是精神的满足 或者是物质的满足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意外 对吧 有一定的笔值了 好 可以投资 跟他去吃个饭 但是后来我觉得 这太 太自私了吧 那你可能时间太紧了 如果说是吃饭这件事情 我还是舍得有时间 我还是舍得了 还是舍得了 如果不是